美国白宫国旗缓缓下降 另一头国会山庄同样降半旗 这是为了挨到阿富汗 喀布尔机场恐攻事件的罹难者 美国总统拜登怒呛要报复 矛头指向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的分支呼罗山又称IS-K 这个极端组织已经发出声明 坦称他们就是喀布尔机场恐攻的幕后黑手 活动范围分布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 光在阿富汗就有1500到2200名战士 呼罗山的手段可是比塔利班还凶狠 因此新收不少觉得塔利班太软弱的激进分子 尽管双方都属伊斯兰教逊尼派 但就像地方脚头争地盘 可说水火不容 现在呼罗山成为各国撤离阿富汗的最大威胁 美国也警告这样的攻击恐怕会继续出现 不只美国英国首相强身也说英国会撤离到最后一刻 只是喀布尔机场情势急速恶化 现在包括加拿大德国丹麦等五个国家 都已经宣布暂停撤离行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